3 2 1 登登 好 那我們這邊開始轉出 那第一關依然是我們可愛的小怪 哇 這邊 黃金蛋哥選擇愛護我們的小動物 跟牠稍微的洗一下技能 欸 其實兩邊都一樣 都是要洗技能 好 那我們這邊 黃金蛋哥率先的來到了第二關 其實 第一關的話 要是我好 我就直接打過去了 因為第二關這邊其實 後面也可以洗技能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 Extra的關卡本身是比較長的 所以你可以在戰術上面有更多不一樣的打法 好 那這邊 黃金蛋哥在第二關這邊也是全個直接帶過去了 我們MAP選手 哇 一轉眼 再來到了這一關 三隻小怪的一個部分 好 蛋哥 遇到了比較大的敵人 這個是隱藏軌跡 整個變成問號 問號 問號版面 但是牠轉得非常棒 來到了 喔 更新 有點可惜吧 好 這邊再補個尾刀 我想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我們MAP選手來到了第三關 第三關的部分 一樣是問號珠 好 那這邊 我們黃金蛋哥就直接來到下一關了 喔 新的敵人 問號之後是黑白 好 前面主要是血量沒有那麼多 但就是考驗選手手轉的一個能力的敵人 好 兩邊其實 欸 進度都差不多 差不多一關 好 這邊MAP選手也追了上來 喔 天獎有點多 7combo 一波帶走沒有問題 也追了上來 我們蛋哥遇到了新豬黏著扶持 好 那其實只要不要碰到那新豬 我想應該沒有問題不大 喔 一波帶走 完全沒有問題 黃金蛋哥算先來到了第二條血條 這邊選擇已經開了第一波技能 Z我開起來 OK 這邊還多開了一個特格牌豬 沒錯 這邊是15 15盾 直接 哇 這很聰明欸 這邊還多開了一個Z來 確保自己的增傷是夠的 好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喔 兩邊都開始牌豬了 不過黃金蛋哥這邊 喔 在最後一個還 留了一手 直接上去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有沒有辦法 一波帶走沒有問題 這邊排好應該就沒問題了 117的傷害 黃金蛋哥又率先的來到了新冠 MAP選手這邊也警戒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們兩邊都 小怪的部分 好 有時候小怪的地方才是超車的地方 小怪這邊好像 要稍微的精準的算他的血量 剛剛好就好 不要打到太多 你就可以帶過去就好了 或者你要洗技能也可以在這邊 稍微的洗他技能 好 來到第七關 兩個靈魂石也是跟你sethello 好 在這邊火珠起手 MAP選手應該直接打過去 沒有問題 好 這邊黃金蛋哥 率先進入到第八關 這邊有強化盾 無視減傷 並且風化七連擊 好 在這邊也是選擇 直接敵甲給他灌下去 欸 帶走了 完美劇本 破億的傷害 來到第九關 蛋哥率先進入到第九關 第九關上面是迷惑符石 那並且不能手消暗 那再來是那個 煙 有一個 大家有看到畫面中有一個煙的地方嗎 那個東西就會幫你製造出暗出來 所以這邊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不能手消到暗出來 所以這邊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應該就可以過了 慢慢磨過去也可以 好 蛋哥算一下來到第二條血條 整版問號出 好 這邊MAP選手也是在第一關 哇 兩個差距真的不到 不到一回合欸 喔 這邊MAP選手 來到了相同的一關了 好 這邊整版的問號 變身 這邊MAP選手 我的戰略 好不太一樣 我這邊MAP選手直接開了變身 直接又給他灌下去 好像想要來追波了 沒問題 其實兩邊追打的 感覺差不多 這次好像又更拉近了一點距離 好 接下來是小怪的部分 好 這邊 哇 蛋哥 一聽到的時候 我們MAP選手要追上來了 直接兩combo解決敵人 快速的解決 好 這邊來到第十一關 第十一關是兩隻小怪 欸 應該說蠻大的怪 他們各帶一種技能 像是手消光反擊跟技能封鎖 在這邊只要注意你版面上面的光珠 不要手殘 消到應該就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好 這邊黃金蛋哥 一波帶走 非常的漂亮 我們MAP選手也在同一關 沒有消到光珠 非常好 這邊疊珠 光珠 OK 5combo 看有沒有MAP一波帶走 可惜差一隻 哇 在這邊已經有點拉開距離了 我們蛋哥率先進入到第十二關 十五光珠盾 並且血滴增攻暗數防禦90% 在這邊要考驗你的人品了 如果天降一大堆光珠 哇 直接過去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MAP選手追上來 要來考驗他的人品了 這個我們簡稱人品盾 好 那我們這邊蛋哥好像 有一點尷尬 光珠卡住了 不過沒關係 稍微笑一下光珠又回來 好 這邊MAP選手 十二顆光珠盾要解 兩邊選手都卡在這邊陷入膠著 好 我們來看一下誰可以率先的解決這個 G8的十五光珠盾 哇 蛋哥這邊又多掉了四個 哇 這天降光珠 一口氣拉開距離 剩下一顆更新的光珠盾 OK 這邊直接率先開下主動技能 歐布爾技能直接不轉了 直接 好 直接 哇 但 呃 畫面有點問題 好 跟大家說真的抱歉 不過我蛋哥又回來了 來到第十三關 率先出現 OK 這邊來到了下一關 這邊必須對付紅白符石 五鼠盾 又要紅綠燈 以往來講這個技能超級頭痛的 不過在這邊 我們有歐布爾的幫忙 非常好 你知道 你知道 版面上面有五鼠 你就直接照著轉就可以了 好 要注意那紅綠燈珠 喔 沒問題 直接來到了第二條血條 那我們第二條血條是 喔 炸彈珠 先空轉一波 好 這邊再來 ZERO開下去 看有沒有辦法一波再走 喔 兩邊是同樣的關卡了 好 這邊 我們MAP選手也是選擇先轉一波 好 先轉一波 來看一下 14COMBO 哇 蛋哥 補了一個龍科 是怕他那一波走嗎 哇 這關的血條 有三千五百萬 是有點多 好 那我這邊MAP選手 喔 直接出了 MAP選手在這邊是關鍵點 直接出去了 哇 這邊這邊反超 好 現在我們蛋哥要頭痛的事情 是他要如何追上這個 尷尬的時刻 好 這邊也是蛋哥 直接 哇 這個超窄的傷害 514 好 直接來到第14關 哇 這邊蛋哥 稍微開了 可是有點延遲到時間 不過MAP選手追上來 一個漂亮的反擊 來到王關 王關這邊重置技能 好 那這邊MAP選手 選擇先開了一波集田 來看看傷害是夠不夠 好 這邊蛋哥也追上來 也來到王關 所以其實 好 蛋哥也蠻兇的 這邊也緊追上來 好 沒有問題 這邊MAP選手來到王了 太緊張了 等一下 差一回合 這邊真的是 MAP選手要穩住就好了 但我們蛋哥要考慮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追上來 不然 在這邊 輸掉也蠻可惜的 好 我們這邊 戰爭來到了白樂化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到底是誰贏 誰還很難說 這邊蛋哥 很聰明 這邊 哇 MAP選手還比較快 但是 走的是比較 挺而走險的一種打法 我們蛋哥可以看到 他在王一的時候 其實是有把他的負面效果給洗掉的 所以他的傷害會比較夠 那我們對蛋哥其實 就來看看他最後到底 怎麼解決這個 要MAP選手 失足的地方 好 這邊其實爆發全開 我想傷害應該是夠吧 我們來看一下 蛋哥最後 喔 還多開一個特哥 這個應該夠了吧 這個再打不走 哇 這個王 真是有點硬啊 好 這邊我們 我們 我們稍待他 特哥有點久 我們這個特哥等他一下 好 這邊沒問題 欸 好 這比賽很刺激 感謝易大師的稱讚 辛苦了 謝謝圓圓 真的很可惜啊 這一場 哇 這差一點 比賽一波三折 不到最後關頭 都不知道是誰勝出 好 那這邊非常謝謝兩位 辛苦的選手 來幫我們到中間 好 那這邊我想要請問一下 MAP選手 剛才在王坤那邊很可惜耶 剛剛開龍課應該就可以了 因為那個問號組 對 剛才開龍課就可以了對不對 那真的是 因為你想要平速度對不對 然後忘了他就是 有一顆印上褲子就會多打一下 啊 對 所以每一關的每一個節奏都很重要 好 那我們蛋哥在後面的心態是怎麼調整 然後追上來又贏了這樣子 打穩就好 打穩就好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好 那謝謝兩位心鬼選手 幫我們稍坐休息 哇 謝謝 3 2 1 聽到靈響就轉出 好 那我們 LEO選手選擇比較特別 是光暗閻熙 沒錯 就是樂燈燈剛新出的新隊伍 好 所以這一場大家可以 看到跟上一場比較不一樣的對戰了 好 我們來到第二關 這邊暗珠手銷 不過LEO這邊選手 哇 非常手速的快一 以下就解決掉版面上面所有暗珠了 直接率先的 大概零點幾秒的 勝出來到了第三關 有時候這種零點幾秒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到第三關這邊 其實兩邊的 進關時間是差不多的 好 在這邊我們遇上就是 隱藏軌跡 下指 挑戰一下自己的手 喔齁 利側這邊 直接突破了 好 兩邊差不多速度 一樣來到第四關 好 那我們這裏 喔齁 這個手轉天哪 霹岸珠根本就是 根本有跟沒有一樣 當正常的轉珠 好 直接突破了 我啊這速度 還有第五關 還沒講完 又直接來到第五關 這邊新珠 哇 這個也是考驗 assists 如果你新珠太多的話 擋你的路就蠻多的 好 所以這邊 有有點被擋住了 不過沒關係 哇這天降也有幫到他 4combo 哇可惜再打一次沒有問題 這邊黃金蛋哥 趁著這個優勢追了上來 好我這邊 哇蛋哥消得不錯 天降到7 8 8combo 來看一下 一波再走 喔可是Leo這邊雖然有點卡卡的 但是還是比較快的來到有爹條血條 我這邊不小心上半按珠 欸欸欸 好 喔這邊是12 1212盾 所以就 哇這很聰明耶 直接靠這個技能的優勢來直接把它解掉 直接不排珠 排珠會耗掉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哇Leo這個選手傑出的一手 好那我們這邊來到了小怪的部分 Leo率先直接把他帶走了 這邊壓力落在我們的黃金蛋哥身上 雖然開了一個排珠是比較穩 不過速度上沒有受到影響 好我們這邊Leo選手率先來到這個 靈魂石的關卡 好也是直接虐菜的打過去了 好我們來到第8關 這邊強化盾 強化珠對於演戲隊來講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每回合都幫你轉出來 好這邊4combo就夠了嗎 沒問題帥紅的劇本 直接轉剛剛好的就好了 不多不少 好這邊我們黃金蛋哥 也來到了靈魂石的關卡 從後面追了上來 好那我們Leo遇到的是不能手銷暗珠 那並且是迷惑符石 好其實 緣西隊你只要看神竹符石有2分之1的機會就是暗珠了 所以其實他迷惑你你也可以自己去判 用邏輯去判斷一下到底哪一個是暗珠 好我們Leo選手來到第二條寫條 這邊直接轟過去了 9combo追擊盾也是這麼輕鬆打的嗎 天啊 9天選你卡去完全沒問題了 這非常完美的劇本 好一樣是遇到小怪的部分直接碾掉 好我們蛋哥 OK 率先進入到了第9關 好第9關這裡 我們蛋哥遇到 喔跟剛剛一樣不能手銷暗珠 好我們的Leo 哇一路 一路順暢的來到了 來到了第11關了 哇這個差距兩關恐怕 蛋哥要加緊的追了 好哇 剛講完 Leo直接來到下一關 12關了 15關不順 哇這邊 哇 太帥了這劇本 直接折滿光 直接打過去 看到這邊大家都知道了 該抽演戲了吧 趁機攻上一波 好 我們黃金蛋哥 歐布也值得抽 這邊來到第10關 歐布現在抽不到有點可惜 好那我們這邊 呃 Leo直接無數頓轉過去 哇沒有問題 天啊這劇本 太佩服了 好在這裡第二條寫條了 這邊 呃 轉暗鼠無法控制 然後消暗進消 炸暗成功 好這邊 咦喔打過去了 第14關 這邊暗珠會電擊 哇整版暗珠 不能 但是不是不能手消暗的喔 在這邊 喔選擇很聰明 就直接開了個敵家 把滿面復原之外 還可以 把你的暗珠 做適當的控制 好這邊很聰明的 哇這天槍有點失控 失控的天槍 12抗毛沒有問題 還是一波帶走了 完美劇本 第18的傷害 就這樣進入王關了 就這樣子 我們蛋哥還在 還在跟 逛珠搏鬥的時間 Leo已經算先進入到王關了 好 剛剛蛋哥說打穩就對了 沒錯 打穩 但我們Leo 太衝了 太衝了 這邊只要把握住最後 我看技能 哇這隻拳下應該就可以了吧 技能多到 一COMBO 直接帶過去 手消一康 哇 完美劇本 哇這劇本實在是太 太扯了吧 四分鐘就打完了 手術王 OK大家 線上的觀眾 我們今天送出 特別特別多的買卡點數 大家知道 應該 要給誰才有 比較有機會拿到那個 點數卡了吧 對 不過 不到最後還不知道 所以大家 現在也可以先稍微記一下筆記 喔 現在是誰最快這樣子 好我們 黃金蛋哥也在跟我們的 日月狼做搏鬥 很穩的一個劇本 好 那我們這邊 電擊珠 OK 那 蛋哥這邊 這回合幫我轉完就 可以稍作休息了 謝謝 好 那我們這邊 蛋哥直接開個技能 看辦法 最後 直接 來個精彩的疊珠 沒問題 這邊 按住 疊到就 沒問題 最後這次蛋哥也被我們帶來 精彩的最後一轉 好 沒問題 那我們這邊 勝負出來了 謝謝兩位辛苦的選手 喔 好 現在到中間 好我想問一下 利用 哇 這個劇本 太 太精彩了 那我想問一下 我們剛才成績是4分40秒左右 那你自己實底下 在用這隊去嘗試的時候 是有比這更快嗎 還是 有 五分鐘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今天已經算是快的嗎 對啊 算滿快的 哇 可以在比賽的現場 克服緊張 又表演出自己完美劇本 利用真的是 非常期待你在冠軍賽的表現 好 那我們黃金蛋哥 剛剛也是走一個打穩的路線嗎 還是有 跟上一場比較不一樣的戰略在 就一樣打穩就好 非常精彩 好謝謝兩位辛苦的選手 幫我稍坐休息 謝謝 3 2 1 聽到鈴聲開始轉租 好我想請 邀請現場的聊天室的朋友 幫我們刷一個愛心 給我們辛苦的 不只是選手 也給我們現場辛苦的 工作人員 好 大家幫我刷一個愛心 耶 好那我們 我們紅金蛋哥 在這邊 第一關 做個博特的 我們好希望我先進入到第二關 兩隻小怪的部分 哇謝謝大家 愛心跟烏龜 還有香蕉 那不香蕉 那不知道什麼 黃黃的東西 好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謝謝 聊天室最可愛 好希望等一下 一千點的麥卡 就抽到今天刷最多愛心的人 希望可以送給你們 好不好 這邊也提醒大家 還沒有填表單的朋友 可以在線上 找到我們的 一千點的麥卡 的一個表單 預測一下今天 最快手術是誰 好 那我們這邊 BUB選手直接 一轉一個時間 來到第三關 手消光 反擊 不能手消光 疊住的方式打過去了 那我們蛋哥來到了 哇 下一關了嗎 好這邊是 也是突擊 燃燒豬的一個部分 好我們BUB選手 也追了上來 沒有問題 兩邊現在是不分宣制 差不多的一個進度 好葉羅 刷了一個警車 開車啊葉羅 好我們這裡的話 兩邊差不多的速度 不過蛋哥稍微超前一點 沒問題直接帶過去了 接著來到了第五關 第五關這裡 我們直接遇到了 紅綠燈 小心紅綠燈 還有附帶一個 隨機combo 哇這個 考驗選手的手轉 好我們BUB選手 也率先的解決 敵人來到了第五關 追了上來 不過我們蛋哥也不給機會 哇直接來到了第二條協調 風化珠盾 好這邊直接 欸開一個爆發 看有沒有機會 欸直接灌過去 五剛堡填到六 蛋哥這邊有屬性上面的優勢 哇敵方都是光的 按出去打下去特別痛 還有第六關 傷害方面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到時候我們BUB選手這邊 哇這邊很可惜的 更新了一下 也不算更新 就打了一半左右的血條 好這邊幫我們選手 直接疊個珠 哇暗珠 新珠 天降下來六combo 帶走 有問題 哇果然屬性上面 還是有點小小的優勢的 我們蛋哥 率先進入到第七關 手攻後會幫你轉光 以及火 這邊不要不要打到 你就沒有事情了 直接做個全體攻擊 苦克斯暗珠卡住了 欸沒有暗珠沒卡住 好他起手是暗珠 做個全體攻擊 直接帶走 喔蛋哥 這邊有 進度上面的優勢 帥先進入到第八關 好這邊BUB選手很可惜 還在坑 隨機combo盾搏鬥 好這邊 喔最後一回合 沒問題 欸多消費combo 哇很可惜 BUB選手 BUB選手 穩定穩定 穩定下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沒關係沒關係 還有機會追了上來 好這邊蛋哥 直接來到了第九關 第九關遇到了三十暗珠盾 越攻越強 好這邊 應該北歐開下去 就問題不大了 好這邊只要注意 不要卡 一直卡住就沒問題 好 BUB選手 終於解約掉了隨機combo盾 直接開個底角 哇這個風化珠有點多 不過沒關係 固定的版面 直接添降到了我 這天有點多 十四combo 哇拖得到一點時間了吧 啊 BUB選手很可惜 這邊有沒有辦法一波帶走 好這邊沒關係 幫我們稍作休息一下 我們蛋哥這邊 好這邊幫我打完最後一個回合 就可以 穩定的 穩定的勝出了蛋哥 這邊我們看一下最後的傷害 完全沒問題 完美的劇本 好那這邊謝謝兩位辛苦的選手 這邊 幫我們到中間一下 好 好我看BUB選手 剛剛我們在賽前有訪問過他 說這是第一次打是不是 他底下應該變身 喔 差兩倍 這樣沒有風化珠 他就不會追擊 對 喔對 所以剛剛是忘了一個步驟 很可惜 那我們蛋哥剛剛一開始就跟我們講說打穩 對不對 打穩 打穩就對了 那這個劇本到 前面刷都是穩的嗎 有哪邊比較 還是都是穩的 都是穩的 所以到這個步驟打完完 一定沒問題對不對 對 沒關係 好那謝謝兩位辛苦的選手 3 2 1 登登 開始 好我們這邊上選手 一開始先打一個半條鞋 兩康寶解決掉 沒問題 蛋哥這邊直接一波撵過去 OK 那我們這邊來到了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 喔 第二關也是兩隻小怪 喔 這邊是全消暗珠 對了 兩邊很幸運的都有暗珠 不過分佈的不太一樣 按蛋哥好像比較遠一點 暗珠 把他拉回來之後 哇稍微花一點時間 不過沒關係 勝負 在後面才會決定 我們上選手 率先進入到第三關 這個問號珠 欸不要轉了 蠻點問號就好了 直接轉好 上選手這邊效的非常漂亮 手消五康 天降多兩康 來到了 喔沒問題的傷害 然後我剛才看那個聊天室 是不是 五湯要我叫他 哈囉 好 補充一下 差點忘記 好 那我們這邊 上選手疊一個珠子 來到六康寶 直接走 好我們蛋哥這裡 呦 也追了上來 康寶 好 那聊天室 哈囉 如果要我叫他的 就等一下好不好 我們之後直播蠻多時間的 由一一來叫 對 然後今天直播 沒有辦法照顧到大家 比較不好意思 我們 把注意力放在選手的 表現上 那大家請多給我們選手 一點鼓勵 好 那我們這邊 兩邊都來到了 喔喔上選手好像多了一條血條的優勢 這邊直接用技能來解決 這個十二十二頓 直接走完全沒有問題 反正我們蛋哥這邊 可能還要花一個排出的時間 不過相對來講 是比較穩定一點的劇本 好我們上選手 再先進入到了 下一個小怪的部分 也是直接帶走完全沒有問題 這邊就拉開了優勢 好的 上選手直接一路往前衝 然後第七根 遇到了兩隻 念惡心善的魔法石 但是血量有夠少 所以直接打過去就好了 來六combo 過去非常完美的劇本 一路衝來到第八關 不過我們黃之蛋哥也已經過了 排豬盾的那個關卡 來到小怪的部分 好 那這邊上選手 直接手效果 武康天將 哇七八八combo 一波帶走 我想是 沒有問題 上選手保持了優勢 一路衝到了第九關 我們蛋哥也遇到了 靈魂是死 好 好 選手加油 感謝 小迷妹 新爆刷起來 為什麼要刷新爆 好 大家可以刷新爆 讓那個 智氛 更新爆一點 好 那我們這裡 上選手 直接 開啟 我滿臉問號的豬子 這邊 直接 哇 實戰他們有點運氣有一點好啊 直接帶走 沒有問題 一一三的傷害 其實我來到第十關 好 上選手這邊 依然是保持他的優勢 黃之蛋哥也從後面追得上來 第九關的一個部分 第九關這邊 不要手消暗珠就沒有問題 慢慢的轉 好 這邊是問號 疑惑服服 我們這邊上選手 瞬間來到的第十一關 這邊也是 不能手消光 這個關卡 不能手消的豬子還滿多的 所以大家要記一下 有記好 抿過去就是沒問題 好 上選手來到的第十二關 這邊拼人品喔 欸沒有 這一隊不拼人品 直接開啟 沒有問題 十五光盾 哇 整版的光珠 兩combo 直接帶走 非常漂亮的傷害 我們蛋哥 在這裡 我一堆技能 確保可以帶走 好 喔 九combo 哇 這個 不得不說運氣滿好的 沒有額外的天降 就不會拖到時間 所以我們蛋哥在這邊 來到第十關 還不錯 一路追了上來 那我們上選手 喔喔喔喔喔 然後這十三之二啊 這個 日狼 OK 那日狼這邊就 盡力的轉 我們來看一下 他不能消暗珠 所以只剩下百分之三 沒其他的服飾 是combo 沒問題 這邊沒有帶走 很尷尬 但是上選手完美的帶走 來到第十四關 這邊要把剛剛的暗珠全部用掉 處理掉暗珠 沒錯 開了迪迦 好 非常漂亮 完美的劇本 這剛剛差不多的一個打法 速度上面好像 沒有比剛剛更快 沒關係 打穩就可以了 這邊已經 比賽已經來到4分17秒 來到王關 上選手 好 這邊還有兩條血條 硬腹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開關 光 光眼 好 非常棒 這邊直接5combo 有沒有 一波帶走 看來是非常好的傷害 完美的劇本 第二條血條 這邊 上選手 有沒有辦法 穩定的通關呢 那我們蛋哥 來到了 騎士豬盾 好 上選手 沒問題 穩穩的 兩億三的傷害 4分46秒 非常好的一個成績 順利的打破我們HR的關卡 那我們蛋哥這裡 把第二條血條 打完穩定的通關就可以了 我覺得蛋哥在戰術上面 真的是採取比較穩的一個打法 這邊穩定通關都沒有問題 所以大家如果要穩定打這個HR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蛋哥的一個配置跟打法 好 那這邊謝謝兩位辛苦的選手 來請到我們中間 好 那我們想先訪問一下我們的上選手 再來 這一次打跟上一次打 有沒有什麼劇本是跟上次比較不一樣的 都跟上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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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沒有比較印象深刻的地方 就是一樣 就是抱持實力 OK 那我們的蛋哥 剛剛也是走一個比較穩定的路線嘛 那有沒有剛剛是 你比較異想之外的 有沒有 在你完美劇本之內的發生了 沒有 反而就是超出我完美劇本 所以剛剛還是比較快的情況 稍微快一點 但是很可惜 因為對手還是比較快一點 但是我覺得你們兩位表現都非常非常好 謝謝你們來參加聯賽 好 那這邊蛋坑 來握個手 好 謝謝 謝謝兩位 那請稍坐休息一下